重點是植物真的能修煉成精 當然植物可以修煉成精 對不對 我們那個倩女幽魂裡面那個姥姥 還有那個什麼魔界裡面 那個樹精 全部都是樹大有靈 變成精怪了 那可是樹要成精 有兩種條件 第一個條件叫做靈青 就是被人去附身 鬼附身 那你知道這個靈青的話 很恐怖 你知道嗎 之前有沒有 我們以前眾藝界的大哥大 那個靈敏蘭有沒有 大家都知道說他是在宜蘭 那個頭城那個九彎十八拐 那山上有沒有 有一棵靈護樹上面上吊 那聽說那棵靈護樹之前 也曾經有人在那邊上吊 所以今天有人 而且上吊的怨氣很重 那你今天靈青到這個之後 那當然以後就這個樹 就開始有一些靈體附在這上面 對 所以那時候 其實我們講說那個樹 你只要看到那個樹 長的是那種垂直重的 這根是往上漲對不對 突然間漲了一直垂直出來 這個那些都賣威 賣威之後 你就要用紅繩子 把它捆住之後 把它鋸掉 甚至把那整棵樹 就乾脆就刨根把它燒掉 這樣否則這個距靈之後 以後就慢慢就很多 還會在這邊發生同樣的事情 就樹往上漲 但是如果旁邊突然漲了一根 是跟這個樹是垂直的 幾乎是垂直 那叫紅繩把它去掉 對 因為那個否則比較容易有人去上上漲 好了 那你說另外一種樹要成精的話 就是老樹成精 我們看到臺灣很多鄉下地方 那個老榕樹有沒有 一人抱的兩人抱的大榕樹 都有紅布有沒有 這樣把它捆起來 甚至還有人在那邊拜拜 有沒有 對 那就是老樹成精 因為樹大就有零 對不對 這個不要開玩笑 之前二零零九年在中和 那個時候中和市長叫邱錘毅 他那個時候本來弄一個井河運動公園 運動公園你總要有一個乘涼的地方 所以他那個時候就去台東的那個 那個池上 買了一株那個加東樹 五百多年的加東樹 就把它買回來 要把它種在那個地方 可是你也知道那個樹 不可能整坡這樣都把你摘下來 所以他那個時候很多什麼氣根 什麼樹枝什麼東西 樹根要修 所以就開始全部砍掉 這要一棟 就把它趕快運來之後 把它種下去這樣 那天就在那個要安座 那個樹要安座的典禮上面 秋秋很高興對不對 運動公園要開幕 所以他就跟那個樹合照 從那個土丘上面 背館背雞 他那天就覺得說 他突然下來的時候 他的腳筋 痛了一下這樣 他也不回憶 他也說歪掉還是怎麼樣 對不對 他就繼續走行程 可是哪知道越走走到中途 就什麼動不了 聽到動不了 他就跑去醫院去照 一照之後 他的腳筋已經斷了 斷了一根 腳筋斷了 難怪會這麼痛 對啊 痛死了 趕快開刀把他接回來 對不對 他就只能住院 那天晚上睡到一半的時候 他就突然間發現一個老公公 老先生 到到夢裡面來說 你們為了要做這個 種這個樹 竟然把五百年的加東樹來之後 還把他那個什麼氣根 樹根什麼東西 都全部都消掉 對不對 你消了我多少的金 對不對 我今天就在讓你嘗試一下 那個金被銷的痛苦這樣 好恐怖 那個隔天早上起來 那個邱澤宇趕快跟他的副市長 將軍也趕快講說 有這棵在忙 有這棵在忙 趕快率領所有的科事主管 副市長率領所有科事主管 跑去那棵加東樹前面就開始拜 求他原諒這樣 希望以後不要出現什麼事情 不知者無罪 那我們講說樹有很多 很巨陰對不對 最有名的當然就是榕樹跟芭蕉樹 那另外還要講一下 像那個桑樹也是 因為那個鷹跟桑 桑加的桑一樣 桑樹也是 柳樹也是 你看那個招魂番 還有那個孝葬 這是用柳枝做的 另外有一個陽樹 那個陽樹也是 那個陽樹其實那個風在吹著 那樹葉的發出聲音 就好像人家說那叫鬼拍手 所以有些樹的話 大家要注意 這真是很容易聚陰 那我們講一下榕樹 這香港很有名的榕樹經的事件 就是在灣仔的廟鏡台 對不對 就是有一棵百年老榕樹 這個老榕樹 大家當初也不是很在意 這個老榕樹 都會在下面什麼曬衣服 曬被子或幹什麼 晾什麼東西 對不對 或者在這邊休息泡茶這樣 可是有些人就覺得說 對這個樹就不是很尊敬 親愛的東西 甚至有人躲在這後面 偷偷小便 所以這個老榕樹就很火大 對不對 他已經曾經了 對不對 後來他就捉弄這些 你要來乘涼 我就可能弄一些什麼 那個樹果掉下來 或者什麼東西 就砸到你身上 或者把你衣服弄髒 或怎麼樣 就捉弄這些人 那那個很多人 有一次有一個人就很不爽 對不對 他有一天就喝醉了 他就說你經常把他撞低 他不爽就拿了一把刀 就是割那個樹 就割那個車子 咬下去 就把他割下去之後 知道這個行凶者隔天 竟然晚上回去 就離奇暴斃 那可是這個榕樹 也是因為他做了這些壞事 有沒有 後來遭到天打雷劈 他也被雷劈 這叫做雷吉木 就是說你這個樹壓在裡面 而且劈了也就算了 對不對 隔幾天之後 在旁邊竟然有一個那個活體 那個動物的那個屍體 那個動物長得又很奇怪 到底是什麼東西 也不知道 人家就說 這是樹精的一個靈 那之前跑馬地 在一九九二年 這個體育館有沒有 其實對於一種老樹的話 你如果要移動的話 拜託你整個挖下去 而且要請示 要請示才能移動 他整個根挖起來 他不是啊 那時候跑馬地 他因為要要開那個 那個跑馬地 要開那個賽馬場有沒有 有樹鋸啊 對不對 就鋸掉了 就開始鋸掉了 鋸的時候 這樣流出來的那個汁 竟然是紅色 人家說這個樹是流血 所以後來不敢再鋸 大家看到這種情況 不敢再鋸 擇日把這個樹挖起來 之後才請移到別的地方去 那我們剛才講說 還有一種樹很容易聚 那叫芭蕉樹 其實芭蕉樹 芭蕉樹也會聚 可是芭蕉樹很危險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你不能夠讓他滴到人血 對 滴到人血之後 他就會晃化成精 所以那個時候 以前在赤泥坪這個地方 就是有果園工人有沒有 割的時候 他割那個芭蕉 不小心就割傷手 那時候就在手上 突然間晚上就開始 這個附近就聽說 就有一個女生 神秘女子 還會去那邊招車子這樣 招車子的時候 人家就覺得很奇怪 而且招車子之後 還會出車禍 或者是什麼其他靈異事件出現 可是你這個女生上車之後 突然間也會消失不見 所以人家講說 這個地方是不是有什麼精怪出現 真的 那如果你遇到芭蕉精 你覺得說好像被困了 那你就男生 你在睡覺的時候 在那個大拇指上面綁一條紅線 這個紅線就丟到窗外去 丟到窗外 長一點的紅線 那當然要很長 對對對 丟到窗外的時候 你隔天醒來 如果看到這條紅線 綁在某一棵芭蕉樹上 或者臉在那個芭蕉樹下 那棵樹就是芭蕉精 所以你要利用正中午 陽氣最重的時候 有沒有 把它砍樹刨根之後 用火整株把它燒掉 那可是我們講說這個 我們再看一下一頁 其實我們講說 很多那個傳說 對不對 到底樹是有沒有精 對啊 可是有很不可否認 是有很多奇怪的事情 這個是在馬來西亞的一個 那個甘巴巴村的地方 有一棵檳榔樹 你看這個檳榔樹長的這個樣子 真的好像一個人 這是一個樹節 對不對 生出來發出來 還有肉粥 還有肉 還有皮膚 還有牙齒 還有牙齒 對啊 好清楚 我不知道還有一次摩埃像 所以人家講說 這張臉更誇張的是 當地民眾還講說 這個臉除了這個外 每天他的長相還會變 你知道嗎 就好像在跟你做表情 對不對 所以那個後來大家就覺得 長了這棵樹之後 你知道那個 有一陣子 那個附近的那個車水馬龍 塞車塞到不行 就是為了要看這棵樹 真的好特別 可是那個檳城那個地方的宗教局 就後來就開始講說 還是把這個地方圍成禁區 因為他怕有些人看的時候會中血中煞 所以你只能遠觀不能夠洩萬 遠遠的看著他這樣 可是當地的民眾也很聰明 你只能遠觀對不對 你不能仔細看清楚對不對 我剛才拍照給你賣給你看好不好 就拍照 所以你看短短四五天之內 賣出了五千多張照片 一張照片賣兩塊到七塊 你看這簡直是搖錢樹 馬來令吉 你看賺了好幾萬 好幾十萬臺幣 所以你看這個真的是 人家把當作是搖錢樹來看 那可是你說食物有沒有 我們再看一下這個 這個是泰國有一個登山客 有沒有在山裡面去登山的時候 有沒有 突然拍到一張照片 一個倒臥的一個樹 拍到一張照片 你看這一張你看 好恐怖喔 對 你看這張照片 你看這是拍到一個倒臥的樹 下面伸展你有沒有發現 大家一看到這個照片 就說這是殭屍的腳 對不對 為什麼 還有精柄 你有沒有看到 而且這個手有沒有 好清楚 這個有一個學名 叫做什麼什麼什麼 多型碳角菌 原來是一種菌 有一個菌類 可是他還有一個那個別名 叫做死者手指 因為真的很像死者手指 因為整個都變成紫色黑黑灰灰的 這個樣子的話 看起來大家都覺得很恐怖 尤其是更像殭屍 如果真的不小心 我只看到這個的話 我真的會被嚇死 以為真的就是殭屍的腳 躲在那個樹下面這樣 好但是我們來看 臺灣的這個宮廟 其實各地的宮廟是無奇不有 你不要以為說 宮廟裡面祭祀的只有這個神明